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将克勤郡王府卖给了民国的总理熊西陵 一共卖了十万大洋 但是这些钱也顶不住他用 没过多久 钱就花没了 克勤郡王打起了祖坟的主意 先将祖坟栽种的几百棵参天大树 卖给了木材厂 这些可都是几百年 钱在下的 然后将祖宗御赐的墓碑 当年开国皇帝给写的 卖给了达官显贵 乾隆皇帝赐的陀龙碑卖给了张学良 最后干脆将战地最广的祖坟给卖了 如果他的祖宗地下有零 绝对会将他带走 这些钱仍然没有够他挥霍两年 家产便卖完了 这刻秦郡王也是看得开 直接找了个车行 租了辆车子 拉起了黄包车 1931年 北平有了一个报纸 铁帽子王拉洋车 所有人都想试试王爷拉车啥感觉 一时间人满为患 溥仪当时在东北当傀儡皇帝 觉得他大师皇家脸面 干脆将他接到了东北 后来 这位铁帽子王的消息也就没有了 而他变卖的克勤郡王墓 被好使者称为蛇王墓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